我这叫过河拆桥吗 你让大家给我评评理 我明明是釜底出信 Hello 大家好 我是猫哥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我那个怀 不是 那个活节怀孕了 这好多男同胞们就跟我说 那个是不是 活节开始欺负我了 但是事实并不是 这活节怀孕后 和怀孕结合是一个状态 依然是像小仙女一样 对我就是特别好 什么家务活都不用我干 全全操办了 就是瞬间感觉啥 这活节那母性的光辉 就开始泛滥了 我这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 对 就这样 活节 说的还行吧 还行 我猫哥拿小嘴巴巴的 快赶上我了 饿了吧 饿都是 你别说他这个人饿了 要不你说完赶紧站活去吧 我先给你整点水果去 你坐沙发上歇着 活节 你站着干啥 坐坐坐 我这不是迎接你吗 来吃点那个葡萄 莫哥 你这毋须早都系上了 刚顺带洗了个锅嘛 然后给你洗点水果 哎 整天葡萄 整天葡萄 吃点啊 多吃点葡萄 大眼睛刷眼皮啊 我看看你眼睛 我眼睛是大 但是不是霜 这霜眼皮全靠你了 再加上你再吃点葡萄 让他眼睛大一点啊 那怎么避免一脸褶呀 一脸褶这咱就听天由命吧啊 这后天保养好就行了 是吧 女孩好好保养 男孩嘛 男孩嘛就无所谓了啊 我这人天生就喜欢干活 我天生就是伺候你的 你放心吧啊 任劳任怨 干活都利索点 男孩的家家的 我意思赶紧脱吧 你说咋就咋伙计 现在你是大佬 你是老大 行吧 家里大小王分得清吗 这还用风吗 家里排行榜跟我说一下 排行榜 火老大 七老二 嗯 猫老三 嗯 我现在楼下排不上了啊 你说呢 啊老四老四老四 嗯 家里还有活物吗 没了 头发 好好扫啊 你快乐吗 我快乐呢 你好好说 看着我的眼睛说 我快乐你看 我一快乐我就一脸褶 嗯 也是啊 哎呀 比孩子做个榜样 男孩呢 随谁 随我是不是也不太好 那坑是不行 随你啥呀 随你一脸纸 随你淡眼皮 随你小端腿 随你一身毛 不是啊 你咋人身攻击呢啊 我这样 我就说的是事实 哎呀 那就女孩吧啊 还是女孩好 莫哥 随我 嗯 嗯 一身标 啦啦 啦啦啦 啊 啊 扫干净了吗 扫干净了吗 你跟我说啥 你就好好对着我啊 多看我 没事 多看我啊 有俗话说的 啥 你都知道啥 就是怀孕之后 如果你一直盯着一个人看 咱孩子就会越来越像谁 还有这说法呢 嗯 那告辞了莫哥 我得去看看那彭云眼 无眼阻止了 拜拜 啥意思你啊 尊敬的伙姐陛下 该干的事 我都已经干完了 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干啥了 我刚刚把那个碗洗了 厨房打扫了 地扫了 地也拖了 已经能够照出你的容颜 但是您千万不要在地上随便跑 容易滑倒 好吗 还有 这个床单 刚刚已经烘干了 明天 它会更干 我就可以铺上了 好不好 今天干不了了是吧 今天还不够干 它明天要吸收一些阳光 会有一些风仓 行吗 明天就明天吧 然后我一会儿还得遛这个 小狗 嗯 我的爱犬得好好溜啊 好嘞 您要不早点休息 或者 去洗个热水澡 我溜完小七 可以给您按一下膜 好吗 也行 那这水澡给我放放了吗 我要那个六十度的水温吧 早就调好 放心 五十九九五度的 好 我再调一下 没事 忙去吧 你不再看过我吗 说到这个事啊 我刚才正想跟你说膜 就从现在起 咱俩正避免 就是尽量避免正面接触 你少在我眼前晃的 我少看你 以后有事呢 可以飞鸽传书写信 你打电话都行啊 眼神少交流 不吉利 你这又有点过分啊 我这一晚上累死累活的 你就给我这么一句话是吧 好歹老夫老气了 你这现在就这么过河拆桥啊 我这叫过河拆桥吗 你让大家给我评评理 我明明是釜底出信 行 我就适合勤勤勤勤勤勤勤地过一辈子 那我去溜小七了啊 您先着啊 你再让我仔细地看一下你过来 去吧 去吧